教育會考的試題難度定位是難易失蹤 所以每一份卷子的平均通過率大致是50%到55% 也就是難度差不多是0.50到0.55左右 所以考生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不用拔機有很多很堅設的題目 這邊要特別鼓勵我們的同學利用最後兩個禮拜的時間 盡量把所交過的內容做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複習 針對比較大方向比較重要的概念去思考看哪些地方不會加以補強 我們也希望考生能夠看看以往這兩年的舊的考題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以數學科的非選擇題它是這兩年正式的氣氛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學不要因為擔心或是選擇題就不願意寫 我們在新冊中心的網站上都有公布了這幾年的題目 只要考生很願意針對試題的內容加以想像 加以表達把自己的數學觀念溝通出來 嘗試解出來幾有可能就會有成績 以前覺得既然很尊重大方向同學 可選擇題十分都可以 我們會對付爭議 都可以再說